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儿童税收抵免并不新鲜 符合条件的父母在收到年度退税时 已经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孩子 由政府那里获得了2000美元的补助款 不同的是现在金额往上增加了 而且还可以以每月付款 等于是政府每月付款给父母来拿儿童的税款 那么现在你可以拿到的税款 就是符合2022年纳税申报的预付款 那么到底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谁有资格获得儿童税收抵免 大约3900万户的家庭都有资格 根据国税局的数据 美国大约88%的儿童都被覆盖了 都可以领 在2020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 共同申报的已婚纳税人 可以获得全额的款项 符合条件的这个是 我们讲是寡妇或者官夫也是如此 那么同时这个金额还会支付给年收入 不超过11万2500美元的户主 或者是不超过7万5000美元的个人 之后呢 这个金额就会逐步的减少 6岁以下儿童费用 那么将可以拿到3600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月300元 这样子分期付款 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6到17岁的是3000美元 那么2021年今年满17岁的儿童 也是属于符合条件的 那么单身人是 你是7万5000元以上的 这个调整总收入 或者是户主在11万2500元以下 其实都可以这个申请 付款时间是从7月15号 这个星期四会展开 那么每个月的儿童税收抵免付款 会什么时候放到你的账上呢 应该是8月13、9月15、10月11、12月 都是在15号 那么美国的国税局呢 还是会要做一些查核 那么如果你有现在 你已经有IRS的账户 或者你有id.me id.me这个账户 而且有经过验证过的身份 就可以在国税局登入他们的网页 要不的话就要经过国税局相关的部门 要首先验证相关的身份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申请或者你要加入的话 8月2号之前 如果你更改你的身份 你必须要在8月2号前更改你的身份 要完成才能够获得这个在未来的相关的付款 好这是第一个带给大家的新闻 再来呢我们看到 就是总统拜登将会和纽约市的民主党候选人 以及还有来自全美国各地其他城市的 执法单位的负责人讨论如何减少犯罪问题 在布鲁克林区的区长 以及可能会成为纽约市下一任市长的Eric Adams 还有华盛顿特区的市长 以及加尼弗尼亚州的San Jose市的市长 都预计要出席今天的会议 那么他们只是呢 对于这个会议方面内容啊 或者这些 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公开的表达透露 那么总统拜登也会接 也会接见 就是孟菲斯的警察局局长 还有芝加哥警局 和纽泽西这些地方的局长 因为在全美国各地 现在发生枪击案 还有这个抢劫啊 杀戮事件越来越多 在我们Houston治安也越来越危险了 所以在各地的执法单位 跟政府的这个官员 都在努力应对自冠状病毒 大流行以来 现在频频激增的暴力事件 所以现在呢 总统拜登呢 在今天将会和这个 就是执法的各地 执法单位的首长们 跟他们毁灭 好 接着我们在疫苗方面呢 也看到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斯 辉瑞表示 今天计划和美国高级 卫生官员要毁灭讨论 就是他们这个菲斯要求联邦政府 能够批准他第三剂 COVID疫苗的请求 因为呢拜登政府的首席 医疗顾问 Dr. Fauci也承认 这是可以想象 而且应该是可能的一个做法 就是需要第三剂的booster 菲斯现在说呢 他们在12个月内 需要加强注射 几天后啊 现在计划 今天和FDA 他们这个相关的官员 举行这个会议 那么菲斯的这个负责人 他们也说 加强研究的早期数据 说于几个月前的 第二次的这个计量 下注射计量来看 第三次 再增加第三次的booster 那么人们的抗体 体内的抗体 可以上升5到10倍 所以呢 他们认为 这一个数据 是可以支持 他们应该要有 第三剂的booster的 那么Dr. Fauci则说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和预防中心 都在上个礼拜 那么就是认为 在目前来讲 还是为时还早 在现在仍然不需要注射 Dr. Fauci说 临床研究和实验室的数据 还没有完全的证明 需要加强 现在Pfizer跟Moderna 两针疫苗之后 或者Johnson Johnson 一针疫苗之后 再多加一针的需求 不过呢 在德国升级公司 BioNTech的 创办人间执行长 则说呢 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要对抗变种病毒 BioNTech可以在100天之内 就可以研发出新的新冠疫苗 对抗新冠的变种病毒 他说现在也正在前往非洲大陆 在评估到非洲大陆设厂 事宜 BioNTech的目标是 今年要生产超过30亿剂的疫苗 而且他们公司还持续的在 扩大相关的产能 好我们在新闻最后啊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Whater Burger Whater Burger呢 在现在他们特别告诉大家 有新的 也不算新的 这个是重新又回到 他们的菜单上面 点菜单上面的 这个来自墨西哥口味的Burger 你可以选择是 这个是鸡肉或者是猪肉的 这个Paddy啊 但是呢 不是无限量攻击的 它这个是有一定的时间啊 这个在当年推出就很受大家欢迎的 墨西哥口味的这个汉堡 叫做Picco de Gallo 它里面有Peper Jack的起司 再加上特别的香菜橘子酱的 这个这个酱料 所以口味很特别 喜爱的朋友们 别错过了 现在可以到Whater Burger去购买 但是呢 记得这是限量供应 好的 带给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的五件新闻 虎美剑在这 为朋友们翻译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休息一会 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